我姓孫,叫孫根森,我来自太原,我今年75岁。 跑步对他们来说是个苦,出精神负担,但是对我来说是个快乐。 有时候我看看风景,马上就过去了。 绿色的,河流的绿加水,这是最舒服。 脑子里边是一片空白,听到的就是我的脚步。 一天不跑,就好像没精神似的。 你不跑步,你身体就不痛快了。 比如说下大雨,清风大雨,你不能跑了,想办法。 比如说在家里溜溜,不舒服,这样的很慢,好像走步一样,很慢,不太舒服。 不想外面跑得舒服。 跑步就是享受。 我爱跑步,跑了50多年了。 只要我选一种,我就选跑步。 坚持远一点好,我还是喜欢跑步。 别人关注不关注,无所谓。 别人关注不关注,无所谓。 我是更想,是跑马拉松这一首。 我还是想起小讲牌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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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